2022年7月,卡比拉庆祝自己的75岁生日 坐在优雅的皇家花园里 穿着一身清新浅蓝色小出橘连衣裙 享用一个奢华的双层蛋糕 这一豪华双层蛋糕看似只是简单的生日礼物 实际上大有玄机 蛋糕是私人定制的 上面用金色和蓝色两种颜色勾勒出帝国皇冠的标志 蛋糕最下方则放置着几本书的雕塑 以及她和查尔斯共同养的几条杰克罗素羹犬 看得出此时的卡比拉已经扬眉吐气 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威尔士公爵夫人 剑指王后宝座 果不其然,在2022年9月查尔斯登基之后 卡比拉逆袭称为英国王后 本以为她不过是宫斗剧中的炮灰角色 永远被去世的戴妃压一头 没想到一朝之间就逆袭成为王室大女主 将一手烂牌打得很精彩 世人都说 卡比拉的逆袭是凭借查尔斯对她的宠爱作为仪器 她这辈子的高贵 都是因为好命遇上了一个长情的恋人 冲破了王室的重重阻力 冲破了时间的阻挠 走上了自己想要的位置 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并不尽然 查尔斯的生命里可不只有 戴安娜和卡米拉这两朵红玫瑰 只是最后还是卡米拉笑到了最后 1973年 卡米拉与安德鲁帕克·布尔斯上下结婚 同样是在1973年 澳大利亚籍的金发美女戴尔堪家 也千里迢迢地远嫁到英国 嫁给了上流阶层的贵族特莱昂群爵 这两段婚姻不仅是同一年开始的 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 安德鲁上校和特莱昂群爵都是查尔斯的朋友 都和英国王室之间有人莫大的渊源 同年 查尔斯结束了长达八个月的服役 重新回到王室的时候 自己曾经的女朋友卡米拉已经嫁作人妇 对象还是她的好友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惜 按照常理来说 查尔斯就不该打朋友妻子的主意 可是她偏偏就是一个口味清奇的王子 她对有夫之妇的热爱更为痴迷 于是在安德鲁看不到的地方 她继续跟卡米拉约会 还脚踏两只船 同时交往了堪加特莱昂 有一次查尔斯结束马球比赛之后 还没来得及脱下战袍 就张开怀抱 跟前来观战的堪加抱在了一起 两人亲密地耳边撕摩 堪加轻轻地用嘴吻上了她的脸颊 要知道 在1991年 查尔斯与戴飞结婚后 戴飞挺着大肚子来看她的马球比赛 她都没有对戴飞做出那么亲密的举动 反而是客气疏离 相敬如宾 堪加之所以愿意当查尔斯王子的情妇 不止是因为爱情 这在她眼里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她自从嫁到英国之后 就开始做起了服装生意 而她发现 当她有王子情妇这一身份加持的时候 衣服卖得更畅销 为此 堪加不惜到处去传播自己和查尔斯的密文 炫耀王子写给自己的情书 当时的戴安娜还没有和查尔斯相识 卡米拉和堪加同为有夫之妇 堪加长着一头美丽柔顺的金发 颜值身段比卡米拉好 人们一度认为 她会是这场争夺战最后的赢家 但是查尔斯逐渐厌倦了屡次利用她的堪加 而是更偏向于比她更乖巧 善解人意的卡米拉 在这场王子争夺战中 终究是卡米拉赢得了胜利 2008年10月 堪加和查尔斯之间的感情故事 还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 在英国电视台播出 此时的查尔斯和卡米拉 已经结婚了三年时间 这样一部纪录片的出现 无疑也是在嘲笑卡米拉 本以为她是查尔斯最爱的人 没想到查尔斯也不过是个风流情种 对她的爱掺杂了欺骗 但对于这些公然打脸的行为 卡米拉从未在意过 2008年 她再次出席活动的时候 依然是满脸笑容 云淡风轻 炫耀自己从戴妃那里搜刮来的珠宝 或许她暗地里已经咬紧了后槽牙 但是我们在她眼前 根本看不到她神情紧绷的模样 2009年 查尔斯吉峰写在30多年前的情书 又突破尘封的岁月 又出现在世人面前 以3万美元的价格进行拍卖 这些情书是写给加拿大美女 珍妮特·詹金斯的 这些情书是写于1976年到1980年之间 也正是查尔斯和卡米拉打得火热的时候 那时候的詹金斯才23岁 比29岁的卡米拉还小了6岁 在1981年结婚前夕 查尔斯用露骨的笔触 对詹金斯倾诉了自己对结婚的压力 可见当时戴安娜带给她的感情 从来不是爱情 而是压力 1984年 詹金斯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生负成迷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查尔斯的血脉 詹金斯比看家更有魅力 也更加低调 相伴了查尔斯30年的时间 她和卡米拉就像是查尔斯婚姻生活里面的开胃小菜 带她脱离婚姻生活本身的沉闷 卡米拉必然也是知道这个女子的存在 但是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而是把选择的机会留给了查尔斯 然而 詹金斯的身份终究不如卡米拉那么高贵 卡米拉还算是跟王室占亲代故 詹金斯则是普通人家出身 所以最后查尔斯还是选择了后者 2005年 查尔斯和卡米拉大婚 詹金斯遗憾出局 2022年 卡米拉登上著名杂志的封面 一举一动都透露出皇室风范 她穿一身浅蓝色的裙子 端坐在豪华的皇家座椅上 戴着一顶金斯矿眼镜 对着镜头咧嘴微笑 此时的她虽然已经发福臃肿 但是整个气场给人感觉十分的和谐 宛如一位名媛贵妇一般 遥想几年之前 卡米拉还屡屡在王室活动中出囚 被风掀起裙摆 一脸夸张到失态 吃冰淇淋 不慎沾满了手指 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顺利蜕变 从一个不那么优雅的半妃夫人 变为真正优雅的王室成员 全面抢夺了戴安娜的失地 或许卡米拉这一生并没有过得那么轻松和简单 她拥有查尔斯的爱 但是她也是用半身宽容和隐忍维护这份爱 将自己修炼得更加从容 最终才能够成为查尔斯唯一的身边人 反观戴安娜 在发现查尔斯有情人时 她痛苦不堪 大吵大闹 也加速消磨了查尔斯对她的爱意 最终只能黯然离开王室 离开两个儿子 又不明不白地死掉 实在太唏嘘 卡米拉是查尔斯的基石 她的参谋 她的情人 她的朋友 她的红颜知己 而且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她可以无话不谈的人 他们关系的奇奇夫夫是有据可查的 据王室专家珍妮邦德说 只有一个女人知道如何处理她性格中的怪癖 那就是她结婚17年的妻子 王后卡米拉 当事情变得艰难的时候 查尔斯只能依靠卡米拉来安慰她 专家表示 她可能是一个非常需要帮助的人 当小意外发生时 她会非常生气 当她在希尔斯堡城堡的漏水的钢笔上大发脾气时 她挽救了她 她脾气暴躁 而她知道怎么让她平静下来 怎么安抚她 怎么溺爱她 真的 她很擅长这个 查尔斯和卡米拉第一次见面是在20多岁的时候 虽然他们后来都和别人结婚了 但他们一直在彼此的生活中 众所周知 戴安娜王妃称卡米拉是她和查尔斯关系中的第三个人 对很多人来说 他们的关系总是和戴安娜联系在一起 但伊丽莎白二世对卡米拉的支持 宣布在查尔斯成为国王后 她将成为王后 这是对他们关系的最终认可 尽管公众曾经对她心存见心 但他们已经开始喜欢和钦佩卡米拉 这个女人多年来一直陪伴在查尔斯身边 在她哀悼母亲女王时 卡米拉每一刻都在她身边 他们是相互尊重的关系 相互依赖 只要有机会 查尔斯总是在她的演讲中提到卡米拉 她完全依赖她的支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